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節目中跟大家報導過 有騙徒會冒充他人的身份走去行騙 不過最近我們發現 有些人會自稱是某一類人 希望達到他們想要的目的 因而觸犯法例 而且罪行還是相當嚴重 到底是甚麼法例呢? 一起看看以下的片段 你來了很久? 你這麼久? 是呀,我剛才不知醒 我們約了一名幾點? 12點,在納馬州關口 現在三點多了,時間很慢 那不如我們坐的士吧 坐的士?那又不用 納馬州小巴在那裡 如果一去就開車,應該夠時間 走吧 來吧 阿俊? 到現在我還不開車? 我們約了個名字在關口等 我們快要遲帶到 對呀 喂,司機,開車了 喂,司機 只有幾個人怎麼開車? 那你給我一個時間,什麼時候開車? 起碼先坐一半人吧 一半人? 一半人? 後面才只有三個 加上我們才只有五個 多少錢坐一半人? 唉,不要盡了 現在開車 長途車是這樣的 要不然外皮 不如我們坐的士吧 這不是錢的問題 你現在開車 等等吧,先生 我叫你現在開車 為什麼華郭車這麼吵呢? 你繼續打電話,我看看有什麼事 好 開吧,這麼多話說 華郭呀,什麼事這麼吵? 這位先生,還沒上舊客 他快要開車了 你好 你是誰 我這條線站頭 先生,我們公司規定要坐滿一半人才能開車 我現在趕時間了,那你開不開 不好意思,這條是長途線 我們都要營運成本 坐不夠人,我們很難開車圍不到被 那怎麼辦 我告訴你,我是老黑的,你認不認識我 蛤? 蛤?你再不讓我動你們 他們吵架,我們不要坐下車了 兩位,坐下,沒事了,先坐下 華哥,開車 還沒想救客 行了,照開吧 我 別生氣,別生氣,開車了 怎麼這麼少人要開車? 有個年輕人 明知道我們不夠客人,要我們去開車 那你叫華開 有什麼辦法 哭打哭殺,又說自己是老黑 老黑,那就是三合會 那就是 報警 算了,車都離開了,別搞這麼多事情 任由他 算了,那我們以後怎麼做生意 報警 報警 香港 香港是一個法治社會 絕對不容許任何人 用具威脅性的言辭來為所欲為 如果大家遇到類似的情況 千萬不要啞印 記得要好像片段裡面那樣 立即報警求助 警方會很嚴肅處理每一種案件 作出調查 甚至是拘捕犯案的人士 借這個機會 都想提醒大家 任何人 自稱是三合會社團的成員 是觸犯了社團條例 首次定罪 最高的刑罰 是可以判處罰款港幣10萬元 和監禁三年 其後再次被定罪的話 更加可能被判處罰款港幣25萬 和監禁七年 而恐嚇 威脅其他人 會傷害他的人身安全 或者損害他的名譽財產 而令到其他人受驚 同樣都是觸犯法例 最高是可以被判處監禁五年 所以大家千萬不要因為一時的衝動 又或者是一時的棄言 而觸犯法例 希望大家謹記上述的鐘谷 以免觸犯法例 接下來有幾宗的交通意外消息 希望大家可以幫忙提供資料 第一宗就發生在跑馬地 黃麗沖道 我們一起去現場看看 這裡是港島跑馬地的黃麗沖道 在這裡發生了一宗致命交通意外 警方希望大家可以幫忙提供消息 在今年的3月7日 早上8時左右 一輛雙層巴士沿著黃麗沖道 往跑馬地方向行駛 當他駛到我身邊對出的這個位置的時候 就遇到一名81歲 稱作為橫過馬路的藍徒人 當時這名藍徒人在身上多處受傷 他被送往醫院搶救 可惜在日日最終不止 警方都作出呼籲 有文在今年的3月7日 早上8時左右 究竟黃麗沖道 有目睹案發經過呢 又或者大家 有沒有任何有關案件的資料可以提供呢 如果有的話 就請你盡快和港島中區 交通意外特別調查隊第二隊聯絡 他們的電話是3661-1620 3661-1620 我現在身處於北角 英王道和遊街交界的行人樓梯 而在這條樓梯 對開行人輔助過路線的位置 就發生了一宗致命的交通意外 導致一名68歲的男子死亡 所以來到這裡跟大家呼籲 意外是發生在今年的3月9日星期六 晚上的7點30分左右 當時一輛的士正是沿著英王道西行 當他去到近遊街交界的時候 就將那名正在橫過馬路 68歲的男子撞到 那名男子頭部嚴重受傷 其後被送往醫院搶救 但很不幸 到最後是證實雙重不治的 警方在這裡呼籲 有沒有人在今年的3月9日星期六 晚上的7點30分左右 途經北角 英王道和遊街交界的 這條行人輔助過路線 有沒有擊倒意外發生的情況 如果大家有任何資料可以提供 請你和我們港島總區 交通意外特別調查隊 第二隊的同事聯絡 他們的電話是3106-8800 3106-8800 我現在就身處在清水灣 大澳門道諾斜 往清水灣移灘的方向 而在我旁邊這條登柱的位置 就發生了一宗致命的交通意外 導致一名電單車司機死亡 所以來到這裡和大家呼籲 意外發生在今年的3月13日星期三 晚上的11點45分左右 當時一架電單車正是沿著清水灣 大澳門道諾斜 往清水灣移灘方向行駛 當他來到這個位置轉彎的時候 電單車突然失控 撞向旁邊這條登柱 司機期後被送往醫院搶救 但是很不幸 當最後是證實雙重不自家 警方在這裡呼籲 有沒有人在今年的3月13日星期三 晚上的11點45分左右 途經清水灣大澳門道諾斜 往清水灣移灘方向這個位置 目擊到現在發生的情況 如果大家有任何資料可以提供 請你跟我們東九龍交通意外 特別調查隊第一對價同事聯絡 他們的電話是2305-7500 2305-7500 今集的節目時間又差不多了 不過在節目結束之前 不如我們一起去看看 一個由警察學院舉辦 最近舉行的一個警察招募講座 當日的講座吸引了不少 有致成為專業警務人員 為市民服務的人士參加 講座的內容非常多元化 其中包括介紹了 督察和警員的投考程序 講解面試技巧 資深警務人員分享經驗 還有示範體能測試 不如我們在節目結束之前 一起去現場看看 下星期同樣時間 再跟大家見面 拜拜 拜拜 財政機 財政機 往前倒 黑心 絲